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很多在座的DSP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我是Cindy AdEx 大中华区 Operation Manager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对于已经受益的很多的DSP 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很多的一些先行的广告主 比如说效果值本的广告主 电商类 已经从实时竞价 程序化的购买 进行了非常大的受益 那么对于品牌广告主 或者我们整个行业都一直在问的这些问题 品牌广告主如何从程序化的购买 实施竞价的购买来受益 在多评的这个时代 实施竞价的技术又是怎么来帮助到大家的 然后我们整个exchange 如何净化整个的广告生态圈 从买方和卖方 以及有哪些实际的功能 那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来探寻一下 那确保我们的整个 是一个更加straw and sweet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来看 品牌广告主 如何用它的一个广告投递的方式 既利用到我们创新的技术 又实现规模化的效应 在过去的50年 口红的广告似乎都没怎么变过 美女涂上口红 很精彩的一个视频 或者是电视的投递 那最近呢 Burberry携手Google 既用了夫妇的创意 又把他们的广告 投递到了整个互联网的海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则视频 好 很温馨浪漫的这则视频 那么很小的有奖提问环节 刚刚细心的朋友们有观察到 在整个广告的互动当中 它用到了哪一些的我们的说跨屏 这边其实已经有一些现成的答案 欢迎朋友们举手 互联网 有没有朋友举手 OK 那么是我们的移动的应用 通过App女主角传递了Kiss 跨越到我们Internet的海洋 还有吗 平板 最后其实还有Gplus的用户的互动 社交媒体的互动 所以在这个多屏投递的时代 我们通过一则简单的广告 可以跨越到打通所有的这个环节 将这个品牌广告主的这个Story 它的这个品牌故事 传递到对于每个的用户 那么这其实对我们品牌广告主来说 提出了更多可以去考虑的 广告Measurement追踪的指标 比如说一个广告的创意的互动率 以及看一则广告视频的完成率 还有这个广告实际被收看到的次数 如果我们回想到在传统的电视的广告来看 品牌广告主看中的是什么 GRP 但本质上来说是Rich 就是我们这个广告到底被多少用户给看到 但是有没有想过 如果在一则广告播出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 湖南卫视 浙江卫视 播出的每一则广告 电视的创意 有没有可能 对着我们线下每个收看的电视的人 播放不同的视频呢 显然在传统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洗发水的广告 口红的广告 但是在今天 在我们程序化购买的今天 其实对每个用户通过打通用户数据库 每个用户他看到的一则创意 都是为他贴身定做的 我们品牌可以对每个用户 传递一对一的品牌故事 那同样呢 又可以最大化的利用规模 和我们的媒体的资源 想像以前跟一个agency合作 我们可以投递到100家媒体 1000家媒体 OK 这些数量是没有问题的 那有没有想到 我在一夜之间 投递到数十万家媒体 这在以前传统的购买方式下 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而这个可以衡量的广告指标 除了点击展示 那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比如说我们的广告创意的互动 好 那么既然媒体 它可以这么聪明又有效地 扩大到reach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去需要 更多touch到不同的多评 Google Exchange 是目前为止在国内 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支持所有渠道和format exchange 这其中包括副媒体的展示广告 移动广告以及视频的广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媒体的资源量 对于移动的媒体 我们现在日平均的这个流量 已经可以达到6亿左右 那可以跨所有的mobile web 以及tablet的这个流量 那对于移动终端也有非常丰富的定位的资源 然后说设备的型号 应用的分类 屏幕的这个属性是长和宽的头地 还是说我们有一些地理语言 甚至是说对于人群 比如说最新的苹果上的iOS设备 有基于人群定向的IDFA这样一个字段 而对于这个视频 那这个数据是global的一个数据 那在中国要同样 我们在跟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些视频媒体 在做一些沟通 然后把这部媒体也放入到exchange当中来 另一个呢 既然是要既做到规模化又做到效益化 很重要的标准在于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这些协议 这些投地的尺寸和规范进行一个建立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 特别是DSP朋友们可以去iab.net 这个国际的网站上面 去了解一下这三方面的这个标准 其中包括视频的vast 是多 刚才我们说到一些视频互动的一些标准 其实都是在这个vast里面 而这vpaid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频的标准 emrate移动视频上可扩展媒体和互动式广告的一个标准 那只有把这些标准进行了统一 我们才真的有可能做到规模和效益的最大化 那我们提到了规模 有了规模进一步的next step下一步 其实就是规范和进化 那作为exchange来说 Google有着全球最先进的全方位的保护技术 这是从媒体和广告发布商两方面 都来进行的一个保护 那从Carol刚刚讲到一样 对于我们的发布商来说 最担心的其实是一些我不愿意看到的广告 在我的媒体上的出现 所以对于发布商媒体商来说 我们有四个步骤 系统的自动扫描 人工的审核 发布商自己的一些语意的归类和背景的分析 以及发布商手动的可以去做一些控制 那对于DSP来说 也会担心媒体流量的资源是不是我想要的 同样有四个方面 Google会确保我们DSP的利益 无效的流量 无效点击的层层过滤 那包括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流量准入的门槛 我们也会通过系统的自动扫描 把一些无效的流量给屏蔽 也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人工团队去进行无效活动的清理 最后如果发现有一些不愿意看到的媒体 用户也可以进行投诉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推出的 对于DSP的高效的工具 同样我们的DSP合作伙伴 也可以通过市场的观察这样一个工具 来看到不同广告尺寸的流量 不同行业分类的流量等等 这样的一些市场数据的信息 帮助他们对于流量的预估 另外呢 DSP也可以通过展示广告的规划师 对于自己的这个media package 做一个智能的判断和分类 以便提供给他们客户更好的媒体打包 最重要的一环是对于DSP竞价的这个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竞价的数据 从投递的数据被过滤的数据 实际投放出来的数据被审核的数据 以及一些有机会通过提升竞价或者改进算法 就能更多达到数量的这个非常直观的报表 来给到DSP实际的一个分析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的一个exchange的特点 exchange可以说是首家支持多屏购买的交易平台 包括副媒体广告移动和视频 那exchange目前也是唯一一家支持严格过滤的交易平台 那我也知道现在行业内很多朋友 包括在座的很多朋友 其实都有在有志于搭建自己的private exchange 或者是自己私有的SSP等等 那如果要考虑这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 严格的过滤和这些审核的防范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同时呢Google exchange也是国内首家来坚持定义和推动行业发展 标准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和有志于把中国的这个展示广告事业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谢谢大家